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升格成新手妈咪 这阵子忙着照顾五个越大的女儿 个性越来越窄 不过有了女儿之后笑容满面 母爱光辉完全藏不住 因为我现在还在 还在喂人奶 所以我也不能够离家太久 她现在还蛮适应镜头的 她好爱盯着镜头 然后在那边皱眉头 这台机器为什么老是跟着我这样子 梁又齐自豪有个贴心老公陪伴 受到无为不至的照顾 即便多了一个女儿也不担心失宠 因为情人眼里出西施 老婆的地位还是最大 真的非常非常累 然后她就是每一次都会陪我醒来 很多人说女儿是 是爸爸前世的情人 但我是她今世的情人 所以她还是爱我多一点 高龄产妇的徐若萱 持续卧床安胎 还因为打安胎针忘了按压 导致出血吓坏了许多人 还像这个小V爆 徐若萱可是吃足苦头 不过母爱很伟大 露出软QQ的肚皮跟宝宝对话 要她早点习惯妈妈的叮咛 同样也受到老公宠爱 一大数的向日葵 让徐若萱忍不住教授放闪 好不容易把肚子里的宝宝 养到31周大 现在小V宝随时有可能出生 也让妈妈的精神紧绷到最高点 有点TV菜品有李小峰台北报道 最近当妈的还有侯佩晨 她说儿子才11个月大 但是体重已经足足有12公斤重 堪称是巨型宝宝 侯佩晨跟黑人6号下午 为当时帮范范跟侯佩晨坐月子的 坐月子中心担任剪彩嘉宾 记者会的主持人主播陈海英 挺着八九月大的肚子现身工作 她说希望小孩生下来之后 立刻就可以住进这个超豪华 五星级坐月子中心 侯佩晨跟黑人聊到 自己的小孩虽然才几个月大 就已经是同才里面的巨婴 黑人的儿子虽然才7个月大 目前已经9公斤 侯佩晨的小孩11个月 现在有12公斤 简直是同才里面的标型大汉 她现在11个月12公斤 快要12公斤 那是算壮汗 对 巨婴 它是属于那种比较man的 就是我觉得它是有厚实的肩膀的那种 还是可以太多 瘦腿要不要吃什么 没有 它正常吃 可是因为我觉得它还蛮 就蛮乖巧的 就是你喂它的时候它就吃 佩晨每天工作完 第一时间就想要飙回家看儿子 而且她说母子之间 还有许多内心戏在上演 我自己就会帮她演戏 比如说如果哪天回家 她没有看我 就觉得她在气我 然后大家就说神经病 她根本没有感觉 那我就会觉得 她今天怎么都没有看我 我就会一直说 妈妈回来了 对不起 然后我就会觉得 她好像没有看我这样 为了跟儿子相处 她产后付出之机 没有再接任何节目主持 但节目也是暂时留线的 对啊 因为我想说节目 节目做的就是大概这样 我觉得要有 我真的很想做的节目 我觉得 不时目前都 对啊 一小孩为主 嗯 那会撑到什么时候 不用 我觉得小朋友真的 没有节目也很满 真的理开他一下 对 会很舍不得 然后 我觉得他现在小的时候 也很需要你 他越长大 他也越不需要你 注意日本的气质女星 宫崎奎 则是被周刊拍到了 跟男星甜蜜约会 而男主角呢 是七年前的V6成员 钢田准衣 不只是身边朋友 证实这项消息 经纪公司也没有否认 所以不少粉丝都给予祝福 日本女星宫崎奎 和杰尼斯男团V6 钢田准衣 各自戴上帽子 口罩 依然挡不住爱苗 两人甜蜜约会 被日本周刊 逮了正着 宫崎奎 你绝对什么都要 什么都要 早就要 今年29岁的 宫崎奎 和34岁的 钢田准衣 千年前在电影 向着阴天绽放结缘 饰演夫妻 两人当时假戏真作 传出相约泡温泉 被宫崎奎前夫 高刚驟斧发现 2011年正式离婚 为短暂的四年婚姻 画下句点 而宫崎奎也被冠上 偷吃形象 重创事业 宫崎奎和钢田准衣 多次合作戏剧 双方有人透露 两人经过七年友情 相知相惜 才慢慢走到现在 直到今年春天 决定正式交往 不论这份地下情 酝酿了多久 现在终于能 摊在阳光底下 抛开外人眼光 依然有不少粉丝 愿意给上祝福 有点TV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